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呢 来介绍这个 有关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它前面的那个负号的问题 因为这个负号呢 它显示出这个电流的方向呢 跟磁通量的变化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它的论述呢 最主要是提到就是说 那个感应电流所产生 因为我们知道回路本身 如果产生一个电流的话 这个电流呢 又会造成一个新的磁场 那这个新的磁场的产生呢 主要是为了反抗它的 磁通量的变化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磁通量是增加的情况之下 这个感应电流产生的这个磁场呢 它的方向必然会跟 这个回路所放置的磁场的方向呢 会跟它相反 不然谈不上反抗的意思 那如果磁通量再减少的话 它利用这个电流产生的磁场呢 会来补足它的不足 好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提到就是说 当它的磁通量如果不再发生变化的话 电流立刻就消失的原因就在这里 好我们看这个 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关系 好就是说当磁通量如果增加的时候 那个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 会跟回路所放置的磁场方向呢 会跟它相反 好那如果是磁通量减少的话呢 这个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就会跟回路所持的磁场方向呢 会跟它相同 好那我们下面利用四种的例子呢 来讨论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好今天假设呢有一个 一个线圈 好摆在上面 它是静止不动的 那假设有个磁铁呢 靠近它 好 以V的速度呢接近它 好 接近它的时候呢 对线圈来说 它的磁通量是增加的 好 因为磁场越靠近它的时候 它的磁通量是增加的 好 增加的情况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 顺时钟方向的一个电流 好 因为顺时钟的电流呢 它所产生的磁场方向是往下的 才能够反抗它 这个磁通量的变化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好 假设有一个线圈 它是固定的 但是有个磁点呢 它是远离这个线圈 那远离线圈的时候 对它来说 它磁通量是逐渐的在减少 好 所以它要产生一个 逆时钟方向的电流 因为本来的磁场方向是往上的 好 那逆时钟方向的电流呢 才会产生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方向也是往上的 好 来迷腐它的磁通量的变化 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 好 现在有一个线圈跟一个磁场 那两个如果互相靠近的时候 好 以微的速度互相靠近 所以它的相对速度呢 是变成两倍 等于说这个时候的磁通量 对它来说呢 它的变化率会变大 那变大的话呢 所以感应电流这时候也会变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极大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的磁通量变化率实在是太大了 那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顺时钟方向的电流 好 那这因为顺时钟方向的电流的产生的磁场方向呢 就会跟原磁场方向相反 我们再看第四种变化 这是两个互相远离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对这个时候呢 它的变化率也是原本的两倍 就是说假设一个静止不动的话 这变化率也是很大的 那这时候因为对它来说磁通量是减少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这个逆时钟方向的电流 因为原本的磁场是往上的 那逆时钟的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也是往上 那以上呢我们就是利用这几种case呢来介绍 一方面介绍法拉第电子感应定律 就是说磁通量的变化率呢 对它的电流的大小的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用来解释这个方向性 就是电流的方向 为什么有的时候是顺时钟呢 有时候逆时钟 就完全看出它的磁通量的变化呢 以及原本磁场的方向 由这两个因素呢 来决定这个感应电流的方向 我们现在呢透过这个例题 对于这个巴拉第电池感应定律呢 以及嫩次定律呢 我们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了解 我们假设一个长方形的线圈 那这个线圈呢是摆在磁场里面 但这个磁场呢 它每隔一定的时间 它就会固定的增加 那根据认次定律的解释呢 因为它的磁场是 磁通量是增加的 所以它必然会产生一个 逆时钟方向的电流 而且这个电流呢 它也是持续的产生 因为它如果是固定的在增加的话 这个电流就会持续的产生 那换句话它就会变成一个 直流电的一个发电机 所以我们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呢 主要是来解释它这个电流的大小 到底是多少 那就要必须要利用法拉第的定律来解释 因为它的感应电动势呢 是用它的变化率来算的 就是用它的变化量 那我们知道它的变化量呢 主要是出在磁场这个地方 它的面积并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这边用面积 然后乘上它的磁场的变化量 好 在角度也没有变化 再除上时间 我们就带进去算 它这个面积呢 本来是就是固定的 也就是十个平方公分 但是平方公分要化成平方公尺呢 要乘上十的负四次方 所以它用十乘上十的负四呢 就会变成十的负三次方 平方公尺 那磁场的变化量呢 它固定的是0.1个T 所以我们乘上0.1 就是十的负一次方 那这个时间呢 是十的负二 十的负二 所以它的感应电动势呢 算下的结果其实很小 只有十的负二次方福特而已 那我们再看它的电流 它的电流呢 就用这个电动势的绝对值 因为电动势 算电流就没有负的 我们加绝对值 然后除上电阻 那这时候的电动势呢 就是十的负二 电阻也是十的负二次方 所以我们算下的电流呢 是一个安培 一个安培的电流 由这个立体的讨论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就是说要产生一个直流电呢 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 你就是让这个线圈里面的这个磁场呢 让它持续的增加 或者持续的减少 那如果它是持续的话 它的电流当然也是持续的产生的 好 有关这个法拉第电子感应定律呢 以及嫩次定律的结合的解释呢 我们就解释到这里